欢迎收看海外赛事攻略 今个星期六晚上 将会有元洋直播赛事的安排 我们将会去到英国新市场马场 越洋转播英国2000坚尼大赛赛马的赛事 那晚会转播八场赛事来到香港 踏入五月来到欧洲马桂都开始大赛来 英国2000坚尼 传统上就是英国当地五大经典赛 第一行举行 也是三冠马王的头冠 今届出马都比较踊跃 这些经典赛事斗进度很紧臭 今届也有很多不败之施 甚至近职好好或是瀑冰在这里 预期都会非常精彩 八场赛事是什么赛事 我们先看看节目表 除了英国2000坚尼S的第五场 这场都很关注 直到1600米的草地 其实全晚都是草地赛 包括皇宫錦标 甚至是基荣顿錦标 这些是我们黑字体錦标赛 其他很多赛事都是阳榜赛 路程方面有1000至2400也有 英国2000坚尼大赛 刚才阿佳也提过 英国五大赛事之一 历史相当悠久 1809年开始 跑到现在很厉害 到200年过外 这场赛事也是三冠马王的首关 跑1600米 1600米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罗利赛道的赛事 我们先看看赛道形势 有很多英国的马场 看来直路就直路 不过其实上上下下 如果你在现场看过 有些好像波浪形 又上又下 又到末段都有一点暗斜 所以那些三岁马 都要斗一下气量 不过好在 很多两岁的时候 都跑过这条赛道 预计的杂商就放在中间 当然内外档就会平均一些 看看今届英国二仙坚利的排位表 赛前也备受注目 高都分阵营两个 10号的原野步道 跑五场全胜 赢过两项的两岁一级赛 这次是布宜学执姜 另外4号的夺标先驱 跑三场也赢了两场 今场也由杜进城执姜 当然古摩亚阵营 9号的劳心堡 这次都是三战全胜 是上年在两岁一级赛 未来锦标赢马 今场用莫雅 另一只海角远景 也用了大桃李 另外 袁臂力量 用苏炳轮三战全胜 也是赢过两项的两岁一级赛 今次也有分裂阵 另外 有些3号的茶宜问鼎 和6号的爱提村 都是近期的 表现相当好的马 另外1号的巴棍影仪 8号的卢沙城 13号羽黄赞助 其实我们都在转播赛见过 也交出个好表现 出马就15匹 如果对英国二次坚农大赛 这场赛事就正常应该有这样的出马量 但今届来说 排位之后看到最受注目的马 当然一如所料 你可以说 但大阵营是两匹都受注目 就比较少一点 高多分阵营 原野报道在排位之后 都挺厉害的 一面倒大热 其实今年他热身了 跑了一场 如果大家记得 吕宋火山当年六战全胜 跑了一场 第一次一出是滑铁炉 今年部署吴济 先跑了一场 也是新市场16米 起码练过戏 大家的儿女拭除了 两岁变三岁 到底怎样 看看卡拉芬甘表 看是怎样 其实他的体重有542kg 有1200磅的大马 很大只 你和旁边的比较的身形 你就知道他有多大份 他都晚上很轻松 鬆住鬆住 最后没断 一骑下去 都慢慢将对手抛离 当然了 提下拜章 又不是太强 但他真的都完全是 视对手如无物 他纯粹拿着场地经验 拿着气量经验 赢就赢 赢到姿态 其实也不需要太有界随 赢得很软 总之他一冲上来 那只马点到即止 你看看马上季 他的起动是比较慢 好像他一冲衡 整个大火柜 冯冯声冲 所以今次 希望和呂宋火山不同 有一次的热身经验 大家都觉得 当年那只都不行 今次这只会不会又是这样的 赛前也有些 大家讨论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赢 因为始终 你知道埃帕斌和布尔赫 其实都没赢过 相信他会比呂宋火山好 又有马场经验 又有路程经验 今季都看过板 我觉得他的条件的确是很棒的 输他就没输过 两岁的时候赢了 杜河斯特錦标 所以 全场赛事来说 他的评分是最高的那批 去到122分 在英国当地 究竟 近五届的英国二千坚尼大赛 最高评分那批参加班的成绩是怎样呢 我们有些回顾 做了个表表给大家看看 如果看近五届 其实是 八人阵营那些 17年邱吉尔 18年石信尚母 都能够胜出的 近年刚才说 2020雷宋火山 跑第三 上届温暴来又真是差 你不过那只马是整年都跑不回 那场就输了 五届宋火山没办法 可能千六真的长一点 原野报道 评分上的优势很突出 去到122分 第二高的马 其实在当地都是115分 但是不止一匹 不过其中一匹 都是高多分的参战马 就是夺标先驱 这匹马其实上季都跑得挺好的 今季它未跑过 两匹的高多分马 现在在当地 其实都备受注目 揽赛前 有个访问 就是由布宜学说的 因为两匹的参战马 他们很熟悉 怎样选择了原野报道 还有怎样评价 夺标先驱 听它说一下 我认识 我认识 那是一位好优秀 你只能看得到 那么多的良药 你只看得到 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都在做什么 所以这些试试 那些试试 都能够用 而且试试 是很好的 我认为大家想要的 然后,它也看来会是在我们的席上 它会有什么好处的 它会是会很快的 但是,它看来很确实 所以,我认为它会很好的 它会是在我们的地区 它应该是什么他们叫做 它没什么好处的 它看来是很好的 不敢的 如果他觉得很不晓的 我会知道已经做了什么 它是很不激烈的 然后,它真的非常好 很坦的 它是非常好处啊 它会是一番好处的 它会是非常严重的 它们很有机会厌子 非常可逐困的 发展现一个很熟悉的 speeches 然后,它反正这种好处的 和我认为这种好处的 我觉得他们是太有好处的 好处的 这么好处的 而它是什么的 相当多的 但是,它是在一分之间的 而是两个好处的 他們倆屬於正面 所以是會有興趣 布爾學也提到 兩匹馬他都騎過 奪標先驅其實都是他騎開的 但這次他選了原野步道 將奪標先驅交給杜晉成 這匹馬上季其實也跑得很好 看回他秋季錦標 正正是新市場1600米 他都練了氣 所以今年他沒有復出 沒有拿一場熱身 又是試了場地亦試了氣量 兩隻高多分陣營 都有新市場1600米經驗 這場三級賽來的 七位錦標 這隻奪標先驅在大外蘭 也是試對手如無物 單其表演 8-200米都已經脫掉了其他對手 都輕鬆鬆地贏了一個多馬位 其實第二位帝國精兵都不差 不過他根本無法埋伸 這場都輕鬆贏 不過你說在於高多分的兩匹馬 其實他可能有些比較 因為這隻是自己自行培育的 杜拜威的兒子 原野報導買回來的 那隻六周夢的兒子 有21萬堅尼 所以你說如果有少許情意 當然HOMEBREAK的買贏大賽更加開心 不過兩隻馬牌檔 一隻是最入一隻是最出的 另外計算賽職 原野報導我覺得 比奪標先驅硬一點 我一點點擊 奪標先驅第二場 他又在新市場輸了 大好形勢之下 當然不是說他今季不會進步 今年不會進步 但是如果你說論賽職表面條件 我自己都傾向原野報導 高一點 原野報導始終是一級賽得主 奪標先驅 似乎暗牌一些 有些問號在 不過他輸完那場之後 立即贏得回來 我覺得可以再給他機會 因為始終大家都在鬥進度 而且他輸了一場 我們待會看看 也有點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也會 稍後就看到 暫時拋低他不說 說說第二個陣營 就是古摩亞陣營 樂巴人訓練的馬 又是 近年他在這項賽事 他很厲害 今年有一匹未敗之師 盧森寶 在當地現在都很受注目 一把十五分評分的馬 這匹是去年的未來錦標得主 他是一級賽得主 你看看數據樂巴人 現在十次 艾巴巴人未贏過 哪個經驗多一點 十比零 看看盧森寶 這場他很早出頭 因為過來英國這邊跑 其實看之前那場 在外爾人排 他留著爆了一段後勁 是挺彈性的馬 是,他沿途望空 其實來到這裡 他是領先後面的馬 一個多馬位 一有四分之一 但終點前打到兩邊 他再離開遠一點 看來這隻馬還有手 盧森寶 樂巴人馬房陣營的馬 上年贏了未來錦標 但印象中 好像樂巴人都有些馬 贏了未來錦標 之後都可以在這場賽事 跑得好 帝王城堡 最近期的 譬如石項尚武 都是人員未來錦標 到第二年都保持很進度 繼續攻擊英國二千堅里 都挺指標性的 就算是再遠一點 街名企 那年是膠沙地的 未來錦標 但去到二千堅里 他都贏了 賽事的指標級數 都挺值得去參考一下 對 數一數 原來近年有三匹 因為馬步錦標就是未來錦標 沒錯 除了去年 詩程綻放 你很怕二千堅里預賽 那邊戰線出來 但你記住 贏了這場的馬 對上一場 全部都要先贏 贏完再跑這一場 戰鬥力 再加一些 優吉爾、石信尚武、大希臘 這些全部都是澳白人的馬 還有帶出了一個訊息 因為跑完馬步錦標 或者未來錦標 即是說今年是未跑過 初出就贏 有三匹這些馬 其中澳白人都很熟 他走慣這條路 所以盧森堡 還要是主帥幕 亞簡來騎的話 我相信應該的信心會比較高 看看是不是可以繼續延續 這個強勁的數據 有些機會馬 我們先上述了幾匹 我們暫時休息一會 節目第二節回來 講其他參戰馬